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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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吧 但是可用HB的数量只有 一个 四个HC是什么 第一个HC是网络技术 最后一个HC是网络技术 对不对 两个HC还得有一个给网络的 要不然你怎么出去 你明白个事吗 能量HC只有谁 一个 这就是最小HC网络了 不允许再网络化 听懂了 否则所有的HC都全部会浪费 好 我说 网络化得越小 大家的好处是 是不是化成越灵活 我说可以支持越多的这种 HC网络技术 不是 可以支持更多的网络技术 可以给很多人来使用 但是缺点是 浪费的HC网络技术 越来越多 每个网络是比较少的HC网络 你们听懂吗 所以这是最小HC网络技术 明白 好了 哥们 基本算法 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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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再吹 再吹 如果你能算明白 你拿着写能理写 你才算基本上能掌握 HC网络技术 首先我说 这个词法要不然可以分配吗 你先判断 它是合理的吗 先要判断这个事 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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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分配吗 看我没有 你再来试一下 我说了 我说了更多的词 只要不合理 就不用使用 你确定一下 对吧 我说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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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着头 不用管它原因 就照着我刚刚那公式算的 哎 让你算的是磁网 也就是说 标准和固定的网标是很有效的 是2的磁 是数字 明白了 是磁网 什么叫磁网 对吧 只有电的网网 才叫你像磁网 对吧 对吧 我说了 没有 它就是C位 就是C位 但是 算法 跟它是哪个类别 没关系 因为磁网牙马 可以随便配 我就算给它放一个255 这三个人也是不合理的 对吧 对吧 它还是C位 还是C位 只是因为磁网牙马改变了它的算法 但是并不影响它是C位 明白 怎么分别它是C位还是B位 就看第一个数 192在哪一个範围 明白了 磁网牙马不是固定的 咱们之前有说默认磁网牙马 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 你说 它就这样 只是这种情况不作戒而已 当然是合理吧 能用吧 不错 没什么 但是 我搞定 你询的 是 又 我 没什么 那 你好 你 有 对 你 T 你 我 你 我的 可以 我 对啊,我一直在这么讲啊,没错啊,是啊。 对啊,它是按地位来算,算法是按地位来算, 但是它还是CDIT。 好吧,我算一下好吗? 哥哥,首先我明确,如果用1去抢占0的位置,OK,它的作用是减少网段, 比如说,啊不是,东哥网段,每个网段里面的主金数是不减少, 又来干嘛,是把大网段是不划分成小网段, 然后呢,又来合理的,灵活是不来分配。 但是,允许用1去抢占0的位置呢? 允许呢?允许呢? 当然允许呢,我说了只有1个规则, 只要允许,只要允许的1数就是很减少。 可能,如果用龙去抢占1个规则,带来的后果就是, 它会把网段里面的主金数量做加, 而是去把它的标准网段变成了和分配的字网。 这样做很少的箭,因为我们有弊类的4个爱品, 要抢占1个人,明天中的车子,啥意思? 如果我们真的反击地去俱用的那2个4个爱品不够, 我是要有300爱品, 我们一般的工作员是,就能去选择用抢占1个网段来用, 而不会做网络, 把我们穷胶脚上去把它再大, 但是从原理上来说,没有任何能力, 这样做可以吗? 当然,可以做, 只是用起来是感觉很变化一点, 所以我想说啊,对不对, 实际的工作班都不建议你这么做, 我们一件事, 不允许把这个主机会去抢文位, 一般都是把文位去抢主机会, 明白吗? 我说什么? 但是,能吗? 能吗? 有什么估计呢? 当然了, 各位, 跟这个IP是什么, 其实就没关系了, 这个, 我算一下, 算一下, 此外有码算出来是多少? 没事吧? 那IP地址呢? 还是写一下, 你们算了吗? 917, 多少点? 0111 0 0 0 OK 少一个 OK 好了, 得不? 还是, 梅里头去做一下, 我说了, 网络地址, 网络地址是什么? 怎么做? 羽呢? 那现在这块是不是变成0了? 所以它羽出来是什么? 这块也是什么? 0了? 然后后来是啥? 也就是说, 192.168.0.0 那么, 广播地址呢? 广播地址呢? 用多少个零, 把IP地址的后几位换成1? 那也就是说, 多少? 多少? 1212.168.1 啥意思? 本来, 标准次网络码, 3255.0, 它是192.168.0和192.168.1, 不是一个网络, 明白吗? 明白吗? 但是现在因为什么? 主机为什么去站在一个网络呗? 啊? 主机为什么去站在一个网络呗? 所以导致, 192.168-0和192.168-1, 变成了同一个网络, 也就是说, 本来人家255, 是256个网络, 没错吧? 现在是什么? 0到1一个网络, 2到3一个网络, 3到4, 4到5一个网络, 然后呢, 把它说变成128个网络了, 把两个256个IP合并, 您知道我说什么? 啊? 简直是我说的, 0位如果抢占了1个, 它会增加主机恶数, 减少网络呗数, 听懂啊? 各位, 其实这就是币位的算法, 那网络呗数呢, 因为它是不是就变成有效次网也网了? 啊? 所以网络呗数是什么? 2的, 2的, 7次网, 也就是128, 主机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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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 9次网, 2, 512加1, 听懂了, 要说什么? 好了, 各位, 这种情况, 实际情况下很少见, 我们一般, 如果真的是一个网络呗, 254个IP不够吧, 我们一般会采用, 122.16.0.0, 然后配此网络呗, 255.254.0, 也就是说还是这个此网络呗, 能听吗? 那这样的话, 本来172.161个网络, 每个网络是不是里面有6万多个主机啊? 现在把这6万多个主机是不是变成了128个网络, 每个网络510个主机, 听懂了? 这样更合理, 听懂了, 但是跟它是个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吧,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各位, 一般不需要你们进行B类IP的地址損算, 不需要, 就算是B类IP, 我们拿到了B类IP, 比如说我们拿到的IP是一个这样的, 有可能是A类IP, 另外一点多少多少多少, OK? 但是它配的此网圆码也一定是C类此网圆码, 因为它太大, 以前就买做A类IP的地址, 完全是浪费的, 你能听懂了? 然后里面甚至也就是, 是不是换算成我的这种子网络码, 听懂了? 各位, C类的子网络码是有数量的, 我们这个只是举个例子, 我不要求你们记下来, 听懂了? 但是一定能备下来的是什么? 看, 我问你, 对C类来讲, 子网络码码能写成什么样? 各位, 我再说, 子网络码是必须跟IP程度出现, 如果没有IP光写子网络码是没有意义, 听懂了? 但是我现在的意思是, 只要是一个IP配置的子网络码, 它就遵守这个规则, 能听懂? 我写的是子网络码的一个规章表的, 能听懂? 什么样的? 我说, 子网络码可用的东西就这么多, 这是什么标准啊? 下一个呢? 哎, 这个太长了, 我就光写护发给, 好吗? 好吧? 你看懂我在说什么, 好吗? 啊? 12345678,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OK, 可用子网络码就这么多, 对CV来讲, 是有约的完全不能使用, 能听懂? 能听懂? 那如果这样来写, 它的子网络码数就是255.255.255.0, 那么我问你, 它有多少个网络? 有多少个网络? 一个网络, 每个网络, 多少排主机? 256.2, 对吧? 如果这样写, 它的实距值是多少个网络? 两个网络? 每个网络? 18.2, OK? 如果这样写, 多少? 多少个网络? 每个网络? 62个, 多少? 如果这样写? 多少? 如果这样写? 多少? 多少? 多少网络? 多少网络? 每个网络? 4台主机? 12个网络? 如果这样写? 多少? 多少? 每个网络, 64网络, 每个网络, 两台主机? 这就是CJ自外网络, 这就是CJ自外网络, 完全所有可用的自外网络就这么多,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不能再向下话了, 我说过了, 这是最小的了, 各位, 你甚至都不用去计算法, 如果只计CJ的话, 你把这表过背下,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